這個步驟分別完成 我再分享一下 如果說我一般工作是這樣 如果這是每天經常性的工作 那我就會把它寫成一個程式 然後旁邊就一個按鈕 那個按鈕的話就是按下它 它會把剛剛講的那些事情全部做完 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說我這邊跨欄之中 全部要把它變成就是沒有跨欄之中 而且底下會重複 就是把上面的名稱重複 再來自動插入我的那個產品名稱 跟區域名稱 最後幫我把資料全部查出來 所以這邊按鈕我按一下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瞬間有沒有 這邊全部都做完了 有沒有可以看得出來差異吧 不過因為太快了 就全部做完了 那實際上當然 現在實際上我們在處理工作的時候 都會用程式的方式解決 主要原因可以看到差異 如果你不會那你就是 step by step慢慢弄吧 當然如果你會寫程式 你就一下就解決了 像是你可以怎麼樣 把後面的包含就是樞紐分析表 畫表格跟畫圖 也全部都自動化 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按鈕的威力可以更強大 從頭到尾全部都完成了 這樣的話呢 可以省掉非常多的時間 不過再講 這個如果 因為我們今天的重點 不是在後面程式 只是說我這程式寫好 我也分享給各位 在剛剛那個雲端的位置上面 已經有寫好的程式 如果你有興趣 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可以自己去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來看一下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範例檔裡面 假如說我今天呢 要把剛剛那個問題解決 就是做出來的結果 大概就是各位可以看到的 你如果要正規的話 第一個 你不能跨欄之中 而且你要把什麼呢 假設它原來是一個名稱 你要把它複製到下面去 另外要產生這個 就是把編號查出來 並且把區域名稱的那個名稱也查出來 那這大概這幾個動作 那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切到那個我們這個範例檔 那第一步 如果你要把跨欄之中取消的話 那你第一個 你可以先按一下那個上面的跨欄之中 把跨欄之中取消掉 但是第二個會遇到的問題 底下這裡有兩個出現 可是空白的 那怎麼辦呢 你當然不是複製貼 複製貼 最快的方法是 向下填滿 不過你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哇 它太多事了 自動幫你加一 所以如果你不要自動加一的話 記得多按一個Ctrl鍵 Ctrl鍵按住有沒有 它就不幫你加一了 OK 所以特別至於 如果你要把底下填滿的話 那當然記得Ctrl鍵按住 再向下拉一下 它就自動幫你把 那個跨欄之中產生的空白 儲存格呢 也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你把它填滿 那用同樣的方式 你就是自動的把它做完 不過你會發現 像這種事情 我們這個 目前的筆數只有20筆還好 可是如果說 現在的筆數 有兩千筆兩萬筆 你可能就想悲劇 有沒有 每天都要光這個動作的話 你就頭就是暈了 所以為什麼要寫程式 如果你寫程式 一按全部都搞定了 這感覺真的是非常好 不過前提是 你要會寫程式 寫程式就是要付出一點代價 就是你要了解 那個跟以色友溝通的那個語言 就跟你出國一樣 比如你喜歡去日本好了 你不會講日語的話 你就是 有些地方 你想要跟那個對方溝通 就是有障礙 一樣的道理 如果說你要跟以色友溝通的很好的話 那你還是要把那個VBA學好 因為你要跟 也是要聽得懂那個VBA這個語言 所以 如果不會的話 你就是什麼 乖乖的 把這個跨欄置中按Ctrl鍵 把它這樣子一個一個的把它向下填滿 不過還好啦 目前資料是很少 不會有太多 那最後的話呢 為了統一啦 乾脆把這些全部怎麼樣 選舉之後呢把它置中一下 這樣的話看起來就比較清爽一點點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範圍裡面呢 做那個 就剛剛講的 把它做跨欄之中取消的動作 那第一步就完成 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要需要做什麼 第二步就是 請你在 這個區域編號 跟產品編號這邊 做什麼呢 再把編號 轉換成它的名稱 那怎麼轉換成名稱呢 第一步我在第四欄 第一欄的地方 選舉它按右鍵 把它插入一個空白欄 那名稱的話 也許就是區域名稱 或者要區域好了 把這個上面的名稱 附置貼過來好了 它要區域 然後呢 在第三欄的地方呢 一樣插入一欄 那這個欄的話呢 叫產品名稱 我把這個產品名稱帶過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應該各位 可以看得懂這邊吧 應該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把名稱 把編號變成名稱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查詢的方式 那查的話呢 各位可以在 這個右邊的部分 可以看到一個對照表 這個就是一個對照表 比如說它T01 T001就是這個 所謂的那個 大哥大手機 假設這個名稱 T02的話呢 就有線電話 T03的話就無線電話 那當然呢 你現在不是用複製貼上 一樣的話 你要用查詢的 那如果你要查詢的話呢 應該都會吧 V6函數應該會吧 V6函數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這邊插入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T01 是什麼 你插入函數 那在檢視與參照裡面 的最後面一個 或者你直接在全部裡面 找V開頭的也可以 這個函數其實相當相當的重要 我想大部分同學應該對這個函數不陌生 那只是說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給它四個相關的答案 它會問四個問題 第一個 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T01 那你要去哪邊查 所以第二個 它問你tablearrays table就是你的那個資料表 的arrays就是你的正列 那個表在哪位置意思 所以呢 我們就剛剛說 我的範圍在這裡 這個範圍 不過這個範圍 我是比較建議 當然你可以用選的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 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給他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不過另外還有更好的方法 我是建議 以後如果像這種範圍 一律我的習慣 我會先建一個名稱 用名稱來代替範圍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個名稱比較可理解 否則的話以後 你會發現公司裡面 就一堆這些 哪一個到哪一個 那你如果要了解 那個範圍是在哪裡 或什麼意義的話 那你還要再去查 那個範圍裡面的訊息 所以我是建議 剛剛那個範圍 請你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什麼 把這個範圍 因為待會我們是指這個範圍 那請各位把這個範圍 變成一個有意義的名稱 比如這個範圍 我叫產品好了 比如說我就拿這上面的名稱 產品 那第一步 先把這邊 選起來 那怎麼樣把它定義名稱 最簡單 請你在這個範圍 選好之後的話 再移到它的左上角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一個格子 這個格子裡面 請你把它輸入那個 產品兩個字 最後記得按Enter 特別注意 現在呢 這個範圍 它的名稱 就叫做產品 特別注意 這個 以後的話 你就可以用產品 這兩個字 來代替這個範圍 所以 我是蠻強烈建議 以後你有很多範圍 你先把它變成名稱 這樣子感覺做起來 會比較能夠理解 而且將來你把檔案給別人的時候 別人也比較看得懂 不然的話 我發現 哇 有很多人的V1一堆 那這個範圍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還要自己去那邊 Check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才能夠理解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第二個一樣 這個範圍把它改成叫區域 所以我先把區域兩個字先複製一下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再到它的左上角 把它貼上 然後呢 記得喔 貼上之後記得不要忘了Enter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產生兩個名稱了 這個名稱叫做產品 這個名稱叫做區域 那以後如果我要存取它的話 只要輸入產品就可以了 OK 所以剛剛的方法這也是 插入函數的話 一樣用什麼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V1函數 然後呢 插什麼V1函數 第一個 他反應就問四個問題 函數 我們之前 前一階段課有講到 前面就是問問題 問你 只是說因為這是美國人設計的 他前面不可能把你改成中文 不過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說他不想這樣做 前面的名稱為什麼不把它改成中文算了 不過如果他沒改之前你要理解 你要用美國人的思維去看那個名稱 以後如果你看得懂前面的東西 你以後使用函數就都不會有障礙了 所以我發現大家最大的障礙都看不懂前面在寫什麼 不過呢 我是覺得你慢慢如果要學會這一套東西 Excel的話 你就慢慢學會用美國人的那個思維去看前面的東西 你就比較看得懂了 真的 所有東西都看得懂 像VBA也是一樣 你千萬不要用那個 你自己中文的想法去看那個裡面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怎麼處處都有問題 一定的 因為是美國人設計的 對不對 他也不會考慮到你中文的環境需求 所以這個地方 要點在這裡 因為其實我發現大部分同學問的問題 都是看不懂前面而產生的問題 所以很多東西 你如果跨過去之後 問題就簡單了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這個 T01 第二個問題是 Table 你的那個對照表在哪裡 OK 那就是剛剛的東西 所以你這邊可以輸入什麼 輸入剛剛那個名稱叫產品 兩個字 但是如果說 你懶得輸入的話 懶得輸入產品兩個字 它有一個更簡單的懶能法 請你記得F3 這個F3意思是說 如果你懶得打那個清單名稱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按一個F3 你可以用點兩下的方法 它會自動幫你把剛剛定義過的名稱 跳出來讓你用選的 不過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記一下F3 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可能那個F3忘了 那沒關係 自己打產品兩個字 也是OK的 不過我建議啦 最好是記F3 因為 如果清單裡面有的 你點兩下 那保證不會錯 可是如果清單裡面沒有的 你硬打上去的話 也會產生錯誤 那第三個問題是說 那請問一下 你要幫你把查到結果的 哪一欄帶回來 特別注意 它查的話 你一定是查 VILA是有個特性 它一定是查 對照表裡面的第一欄 如果你要帶第幾欄的話 你就是輸入那一欄 比如說這邊 我要把第二欄的東西帶過來 所以這邊輸入2 那比對方式如果一模一樣的話 T01的話 那就輸入0 輸入0是完全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那如果說你將來 假如說T04的話 T04沒有的話 它會出現緊NA Not available 但是如果你輸入1的話 像這個 最後這個 這邊是輸入2 然後呢 lookup range lookup 它是意思說 你要找 是要完全一樣的話 那你就輸入0 但如果說以後 有T04找不到 它會自動幫你帶T03 旁邊的資料過來 那就輸入1 這個1是找接近的 所以0是要完全符合 1的話呢 是找最接近的 大概概念是這樣 其實呢 這邊當然 有些書裡面 可能會教你用 寫一個False 其實0 在Excel裡面就是False 1的話就是True 所以你要打 有的人喜歡打False 沒關係你打False 只是我的習慣是 記最短的就好了 為什麼要記 0就是False 1就是True 所以以後不管 寫程式也是一樣 0就是False 1就是True 好了之後的話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 你再把它向下填滿 全部查完 寬度把它點兩下 讓它自動調整一下 OK 我們就查完了第一個 這個應該沒有 比較簡單一點 這個比較跟函數有一點關係 我們只是把它做正規劃 所以第二個一樣 查入函數 一樣 最近使用過的函數 我用V入函數 那一樣查什麼 查A01 去哪邊查F3 然後去區域裡面查查看 那查一定是查第二欄 那比對方式呢 我要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輸入個0 按個確定 那這樣的話向下填滿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做出第一步 就是資料的正規劃 那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OK 那這樣做完之後呢 有才有辦法把那個 就是 樞紐分析表把它做出來 所以第一步 先做那個資料的正規劃 裡面總共就是 包含了有三個欄位 就是 區域編號先讓它 跨欄之中取消 再用 插入一個 產品名稱的空白欄 並且用VIRAL元素做查詢 那配合定義名稱 那區域的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請各位呢 先試著把那個 資料正規化先做完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做完了 這個資料的正規化之後 那下一步呢 我們就是把 這一個 RAW DATA 一個 DATA 其實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一個DATA base的來源 DATA的來源 那怎麼樣再把它轉換到 樞紐分析表 做出我們要的報表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那剛剛提供給各位是一些 方法 我覺得有些方法 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不會這些方法 真的做起勢來 很多地方 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嗯